尽管中央宣布了7月27号起 全国疫情警戒降为二级 花莲县政府也宣布了有条件开放内容 但实际走访餐饮业者 考量到了人力以及无法精准掌握 每位游客的健康状况 多数还是偏向维持外带 希望等到疫情稳定之后再开放内容 27日起全国疫情警戒降为二级 不过实地走访一些花莲餐饮业者 不是人人都顺时钟 未在节约界的早餐店业者就表示 考量到人力不足将维持外带到暑假结束 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危险性 对啊 虽然我们花莲很安全 但是会有很多外客 所以我不太敢 真的说真的不太敢 家有老有小 对啊 不这样吧 暑假结束之后 对啊 感觉会比较安全一点 另外致敏的庙口红茶也表示 主要还是担心无法精准掌握游客的健康状况 目前仍维持外带不内用 因为我们还没有做隔离板啊 所以就是目前还没有内用 也是想说等疫情再稳定一点吧 位在广东街的早餐店表示 目前依照中央与地方防疫规定做配合 但还是鼓励民众能外带就不要内用 等到8月后再视情况做调整 尽管台湾疫情降为二级 不代表病毒已经完全控制 提醒民众人要确实做好实联制等相关防疫措施 接着长方言华临时报导